大家好 我是在高原補習班 今年有幸上榜113中國一的成名 我是畢業於中央電機 比試是287分 口試92 一手是背42 目前背要34 之後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試聽網址在這邊 輸入帳號跟密碼 或是YouTube搜尋高原線上 那直接切入重點 那我為何考後中 我之前是一名工程師 但因為自己的一些志向因素 所以我走向後中 那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來後中的原因還有自己的初衷 那希望在這堂路途的時候 不要忘記自己為何來考 那再來就是 在這趟旅途中 其實很多會有很艱辛的時刻 然後會有 常常會要面對自己的挑戰 那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都會自我對話 自我勉勵 然後比如說你可以拿一個 會鼓勵你的東西 假如說是一個人的照片 然後你可以放在鉛筆盒 然後每天開起來之後都會覺得 喔我要為了什麼而努力 為了什麼而奮鬥 然後堅持下去 那再來是心態跟作息 然後在選擇老師之後 然後你的腦袋就要跟著老師一起同步 就不要有太多 太多的自己的想法 那我自己是大概一天就是八個小時 然後每顆兩個小時 有機跟化學就是看可以隔天上 或是你要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分布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把自己當成有一個人在叮嚀你 然後每天自己的進度 都要自己再review一次 然後還有就是考試當天的作息 考試當天我是早餐吃番薯跟蛋 然後基本上其他能不吃的就不要吃 然後中午的時候 因為補習班都會訂便當 那補習班訂便當的話 先吃菜 然後再吃肉 那飯吃一半就好 那這樣有助於下午烤英文的時候 可以那個血糖不會沖那麼高 然後再來就是很注意的就是 考試當天要去那個 買那個能量飲 然後每一節課 一考完就要趕快把它吸飽 然後吸飽之後 過半小時要趕快去上廁所 這都是一些細節 然後再來是各科準備 然後先以國文來講 因為國文我上次檢證老師 然後他的上課用書就是 文選會有三本 然後大選國文選 然後再來是課竿會有四本 那 筆記書的部分它是 大概在學期末的時候 就是快要結束的時候 會給筆記書 然後大家要仔細先去研讀 它可能會上 然後再來是筆記大補帖 筆記大補帖比較像是 學長留下來的一些 字意上的比較 那我自己覺得這兩本書 這兩本書就是非常重要 其實到考試前 最重要的會一直review就是這樣 然後 額外的部分就是 記得考古題一定很重要 因為考古題它是一個 建網之來 然後很多其實 像易守之前 前幾年的考題 其實在更早之前 它也有出現過 那再來是狂抓題跟心驅室 這兩本就是要額外購買 那狂抓題它比較像是 就是國學常識 還有一些基礎知識 那心驅室比較像是 閱讀上的理解 那再來就是 英文老師 張文中老師 那張文中老師 因為我自己是先上 張文中老師 然後還有文法兩本書 那這邊推薦大家就是 文法的後面的題目 可以先寫 那如果自己 那個地方的題目錯比較多 可以再去看那個 chapter它的 就是它在講什麼 這樣會比較知道 考題的方向 然後不要一開始 就先去看 然後再寫題目 那再來就是 格林法則 格林法則裡面 會有15回 然後就是它的後面 會有15回單字 那它一回 會有100題單字 然後大家可以先針對 那100題 就是100乘以15的 1500題 那個正確的選項的單字 先去把它背熟 那之後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 因為我自己在考試的時候 格林法則後面15回單字 是run了大概7遍 然後你每一遍run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把每一個單字 再把它記熟 不要一次就卡在 什麼ABCD選項 然後每個單字都要記熟 不用 你就先記是答案的 然後後面再記多一個多一個這樣 然後第7遍的時候 就是要全部弄到爛掉 那字根跟科歐字就是一本黃色小小本的 那那一本就是 那本單字也都是要背的滾瓜爛熟 然後 把裡面的單字不會的意思 就是去歐入字典 用劍橋 我自己是用劍橋 然後看它的英文注釋 那再來是額外的部分 因為 剛剛說的 這些格林法則跟字根還有科歐字 這個是比較適合義手跟詞記 然後額外部分 歐入字典跟GR1常好3000的話 這個部分是比較針對中國一 因為現在中國一的英文的方向 越來越 鬼之方向 那我們叫鬼之方法 就是可能要再針對它的單字再來進行 那再來就是張超老師 那張超老師他的文法 顧名思義他是文法 可是他這本書 他的上課用書裡面 他是有文法 又有科歐字 又有單字 又有閱讀 就是他會在每一個章節 都會給大家做review 那大家一定都要把後面題目做完 然後並且都要知道哪個觀念不懂 然後再來是科歐字 還有閱讀 這個是自己 比較像自己在課後練習的東西 那像現在的考試其實都是重單字 跟課後字和閱讀 文法的話大概就只有詞記跟中國一 對 那所以我自己是認為 充單字量是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是張超老師的單字 因為我自己是先看 因為我先上張文中老師 所以我先把張文中老師用手 然後剩下就用張超老師的單字 來看自己是不是哪裡有一些單字 不足或是沒有被盜 那再來就是普化的部分 普化的部分就是禮合老師 然後他的課前預期也非常重要 就是他的課前預期啊 可能就是會有一個框框 一個範例框 然後會有一個範例裡面可能 只有一題有可能是很多題 那他的最後一題通常是包含最多觀念的 所以大家如果寫寫寫寫到比較困難的時候 你這題如果要想30秒以上 我就建議你可以先放著 先把它圈起來 然後圈起來之後 你在等上課之後 如果真的理解那OK 如果不理解 再問同學或是問老師 就是不要卡在那邊一兩個小時 這樣就對預期是沒有什麼效果 那再來就是筆記書 筆記書的話就是 我在考試的時候其實也都是帶著 就是考三間學校 它是一個可以做快速翻閱的動作 非常有效 那再來是課後練習跟隨堂測驗 這兩個基本上都是考古題 那課後練習你可以在上完課的時候 馬上去了解你自己對這堂課有沒有真的搞懂 那隨堂測驗是在下個禮拜的時候 然後再自己再review一次 那課外部分就是3.0% 我自己是寫3.0 然後我推薦它的原因是因為它裡面還有詩一的題目 然後它也是分章節的 那我這一本也是把它寫完 然後考古題 我覺得考古題對於有機跟化學這兩顆 非常非常重要相較於其他三科 所以考古題大家一定要熬很熟 那再來是有機兩個老師的部分 一個是禮和老師 禮和老師呢 他的上課用書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後面會有一個總整理 那它會有一個人民反應 然後各科的反應加起來的匯整 那這個就是在考試的時候帶著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寶刀 然後見網之來的部分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因為在上課用書這個部分 後面都會有很多題目 那大家如果先把它寫完之後 過大概一個月啊或是幾個禮拜 可以寫見網之來 因為見網之來也是分章節的 那可以更了解說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讀會 因為這個考試其實就是一個不斷不斷意思 review,review 那最後就有機會上榜 所以考古題也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是有機方老師的部分 方字老師 那方字老師的上課用書 就是上下兩側 那個偏藍色的書 那它的這兩本書 旁邊都會有一些小框框 有時候就是會點出 學生常常會犯的錯誤 那我覺得老師在上課的重點 也都是會講的蠻詳細的 然後它有一個補充講義 那補充講義的部分就是 它後面會有一些很重要的 比如說像是光譜啊 它會整合在一張紙 那這個都是以後考試 像這種總整理啊 補充講義啊 口袋書啊 這些東西都是 要自己做成自己的筆記 然後在考試的那一天 要去那個半小時 要常常一直翻一直翻 然後它的口袋書有出現的 反應或是 那個命名 一定要熟記 因為像今年的 中國會就有考命名 然後有一些就是從口袋書出來 那如果你確定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選那個 你可能不確定 但它有可能是錯 好 然後再來就是眾所周知啦 就是生物黃標 黃標老師生物就是 不用說非常厲害 那它上課就是全踩六側 那其實真的不誇張 我在考後中的火力 全部就是放在這六側 那我的方式就是 觀念部分 就是題目前面的那個觀念部分 我會寫三遍 然後第一遍是 預習的時候 就可能老師上課前 一天或兩天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先預習 那第二遍是老師上完課 老師上完課之後 然後再看一次 那第三遍就是 大概考前六十天的時候 你可以再從第一側 然後用那個老師 裡面有分紅色字 跟黑色粗體字 然後可以在那個部分 多加強一次 那題目的部分 我寫了五遍 那這邊的話 會建議大家 就像英文一樣 直接翻題目 就直接翻後面的題目來寫 就是 如果題目錯很多 然後再來看觀念 這樣子 也會比較知道自己錯哪裡 那錯很多沒有關係 就是有多慘就讓它多慘 就是再來把它補平就好 然後再來 如果把這六側 弄得很熟的話 那再推薦就是 奪標3.0 然後還有 生物力界 真想解 那還有這個生理學 關鍵 它就是 義手其實它是一個 很明顯 它就跟你說我要考生理學 所以其實這三間學校裡面 義手對我來講 它是相對 比較能準備還有把握的 那 慈濟再來是慈濟嘛 然後中國一它其實是 考題方向比較晃 就是你比較不能確定它到底是在 每一年都不一樣 好 然後所以生理學的話 讀 讀多一手就不會吃虧 好 那再來就是 年度計畫 就是 考試大概就是八月 我們現在八月上課 然後再來是到二月的時候會 差不多告一段落 那可能是在這附近 然後 我通常都會覺得 就是大概 因為以今年來講的話 是 四月是 考試嘛 那我們就抓 差不多兩個多月前 二月的時候 要開始準備考股 那考股我會 大概抓個七週八週 然後 三週的話 六年份 就是自己把 前一年度往六年份回去推 那三週你要把這六年份寫兩遍 然後 再用兩週的時間 那這個圈圈跟三角形的意思就是 可能會有 一二三題 那一二三題如果第一題我錯 我就會寫圈 那我後面可能會有很多選項 就是 ABC週這樣 那我ABC週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 我把它圈起來不一定是對或錯 那 你要讓自己再回來寫這份考卷的時候 你會看不出來 到底哪一個選項是對的 好 然後再來是三角形的部分 三角形就是我可能覺得有很多觀念 可是我會做對 那這一題就是 看到會 review很多觀念的話 我會用三角形 然後 如果是考古題的部分 我會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把考古都印出來 因為那個臨場感才有 然後用六十分鐘 那那個考古的話 就是不要在前面寫 不要這樣子寫 寫在題號前面 就是拿一張白紙 然後 把題號寫在上面 就是模擬畫卡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兩周的時候 你就要把 你圈起來跟三角形的地方 然後再run兩遍 那第三 第三次的話就是 剩下兩周 大概剩下兩周左右 那你要run 五六七 可能就只剩下圈圈了 你就要把那些你常常錯的東西 全部再run三遍 好 然後 那 那 再有一些 有一些再補充給大家 就是 我會建議 大家可以 做個小組討論 就是 這個考試 比較有方法就是 找一些人 然後一起 一起制定這個 考試的 進度 因為像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中國一還有義手跟詞記 這三間 考古把它 挖熟 就是大家 不要說 你一定要寫 十年考古 然後如果我覺得 十年考古你寫兩遍 你不如六年寫七遍 這個效率會比較高 然後 這三個寫完 如果行有餘力 就生行有餘力的話 那你就寫 詩一 或是韓轉 那 大家可以組成一個team 就是去找 七位相投的人 然後 各科都比較有優勢 比如說他國文厲害啊 這個人英文厲害 然後可以組成三個人 然後 一起寫考古 一起檢討 這樣 那我那時候都有找人 一起檢討 然後 再來也可以善用 Chair GPT 就是 很多東西你問他 其實是 你會得到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結果 然後再來 就是一個建議 就是建議就生 不要就是 覺得自己 已經補過了 然後都聽過 然後就不補習 因為像每一年 尤其是中國醫 那個難度特別大 像今年化學 的部分 其實 能考到這個分數 就是因為 我上的老師 他們都特別有講到這些重點 然後我有記得 那 就是 建議 就生不要不補 因為 很多時候 每一個年度 會有不同的考試方向 那老師都會 幫你們準備 那如果 沒有跟上老師的步調 很容易會錯失這個機會 然後 以上就是 我的分享 那 希望明年都能夠在榜單上看到各位 然後 謝謝補習班全體的老師 還有全體的職員 還有同學們 謝謝大家